实习医生将病人的断脚送到手术室 结果撩开一看 经发现和病人的左脚是一碎 果哀当 就在刚刚 男人和火车相撞 极有人员带着一条断腿将男人一同送进了医院 时间紧迫 男人需要立马手术 对断腿进行缝合 医生一边对伤口进行清洗 一边让实习医生对断腿进行清理 可一切就绪 准备对病人断掉了右腿进行缝合时 撩开发现 断脚和完好的左脚就是一碎 医生有点懵逼 让实习医生赶紧去找病人的右脚 可他在救护车上翻来覆去 就是找不到那只脚 他质问急救人员 听完 懵逼的实习医生赶紧去其他地方寻找 终于让他找到了右脚回来 他还很自信地确定 这次不会再出错 因为他已经检查过是右脚 可当医生看到后 整个人都要被欺凸血了 尴尬的实习医生彻底懵逼了 赶紧溜出去继续寻找右脚 然而他找了一页也没找到那只脚 回到手术室正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时 却发现医生们正在对病人的断腿进行缝合 原来就在医生们为此感到懊恼时 急救人员找到了他 并急忙送了过来 对马拉哈的实习医生你怎么看